睽毛20年 2022年的台湾灯会将要重返高雄 市府编列4.6亿元筹备 灯区场域首度结合魏武营国家艺术中心 以及高雄流行音乐中心 两大国家级指标场馆 将带给民众360度 陆海空上灯新体验 规模也比以往的其他县市来得甚大 热气球缓缓升空 伴随着璀璨灯光 照亮整个爱河湾 2022年台湾灯会将重返高雄 市政府也在上个月 抢线市灯 距离上次在高雄举办灯会 已经是2001年 睽違20年 这次高雄市政府占定亚洲新湾区 以最夯新地标高雄流行音乐中心 串联博二艺术特区大港桥等景点 作为主展场灯区 透过这个国际性的庆典 让全世界全台湾看到 高雄城市景观的改善 高雄市政府表示 2022年台湾灯会 首次结合双场域 在魏武营都会公园 爱河湾区举办 长域面积占地100公顷 规模有别于以往其他县市来得盛大 大概把我们双组场的一些规划 跟整个活动的设计 包括整个主视觉的意象等等 都已经做了相关的一个 妥善的一个规划 2001年高雄灯会主灯熬越龙翔 至今仍然矗立在爱河河畔 这次灯会重返高雄 除了带来观光 更希望让大家看见城市发展转变 接着陈轩 张崇敏 高雄 蔡航报